礼品建大会 所以必须要以文化的角度 来看这个酒 刚才 余伟龙董事长已经讲得非常非常清楚 他卖的是一个酒文化 不是一个酒 中国的酒文化之所以博大精深 你可以看到在中国历史上 很多大事没有酒恐怕不会发生 如果鸿门宴没有酒 或许楚霸王项羽不会给凡快那个机会 记得吗 他拿着箭进来 本来呢就可以说全部拿去杀了 这个是一个好借口 可是他看到凡快 说这个是一个英雄好汉 就问了刘邦 这位英雄是谁啊 就是凡快对了吗 这位是谁啊 那是一个好借口 我现在是什么好借口